6月23号 贵州村超乡村足球联赛迎来了藏族足球队 跨越1600多公里 青海省果落藏族自治州格萨尔王足球队 来到了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荣江县 入场仪式上 格萨尔王足球队的球员们身着藏族服饰 双手捧着洁白的哈达 走到人群中央 他们将哈达高高举起 而现场数万观众则齐声高喊 扎希德勒以表欢迎 感受到了贵州荣江村超的气氛氛围 之前我们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观众下面去踢足球 所以这个气氛特别好 整个氛围特别好 也特别激动 现场 格萨尔王足球队与荣江村超联队互换礼物后 双方在超过5万名观众的加油呐喊声中展开了实力对决 格萨尔王足球队所在的果洛州平均海拔为4200米以上 高海拔并没有阻碍当地人对足球的热爱和追求 2006年 格萨尔王足球队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成立 和荣江村超的球员一样 他们都来自各行各业 今年35岁的索南彭措是一名乡镇派出所民警 由于家人的支持 他从小便开始接受足球训练 把对足球的兴趣变成热爱 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 就慢慢地接触到足球 开始喜爱足球 喜欢踢足球 从小学到中学 中学到大学就参加各种比赛 慢慢地去锻炼自己的球技 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的 本来我们果洛就海拔特别高 因为我们从小在那里长大 已经环境已经影响了我们整个身体 我们适应环境 环境也在适应我们 所以我们在那踢球是不能说是特别轻松 但是还是能一场比赛能完完全踢下来 能吸引数万人到场观看 村超的魅力让已算是高龄球员的所难捧错颇为震惊 他认为 这样的比赛更能激发青年力量 培养出好的青少年足球苗子 在我们那里长踢足球人特别多 足球毕竟是一个对抗性比较强的体育项目 我们在古多州那边就从兴趣开始慢慢地去培养 先从对足球的喜爱或者是兴趣开始培养 慢慢地在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好的球员 我觉得在基层举办这样的比赛 可以带动当地的提议 也能带动青少年对这个足球的喜爱 因为我们的未来都在青少年这一批 知道贵州村超的球场上有民族文化展演 索南彭措和队友们顾不上一场球踢下来的疲惫 换上脏袍 拿着果落的美景图 为现场观众展示了果落草原的藏族民众最喜爱的民间舞蹈锅装 他们希望在村超赛场进行球技切磋的同时 和当地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 交融 比赛是一种我们参加活动的一个载体 那么更多的目的是什么呢 通过足球呢 让我们各民族相互交流 交融交往 以这个平台呢 打建起我们相互志气的桥梁和纽带 更好地发挥我们各自的区域优势 把我们的足球搞好 把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的友谊之花呢 在全国各地呢遍地开花 乐队 鉴子 我们日记得到三个月 大学 润 skies